禁止不是教育 教他正確的觀念才是教育 與其要禁止他玩很多的東西 還不如教會他自治力 這是什麼 蘿蔔刀 有沒有 前陣子很流行 記者還來採訪我說可不可以王老師來談一下這個蘿蔔刀 對小朋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很多學校都開始禁等等 都說他很有危險 很會怎樣等等 我說在這些議題裡面 我們會討論不完 為什麼 因為孩子跟風都是一段一段的 你有沒有發現 一下子呢 是前一陣子 我們之前好幾年前已經討論過的是 那個指尖陀螺 記不記得 我們那一集 然後再來還有果凍筆 我也開過直播 然後呢 現在來的是蘿蔔刀 你知道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一樣的就是 對 這就是這個世代的流行 可是問題是他流行裡面呢 這裡面還要討論到的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就是我今天要討論的東西 叫做自治力的教育 因為一個孩子如果沒有自治力 或者是他的心智上面的比較不成熟 他的衝動意志的能力 或者是控制自己的能力 這個比較差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一類的孩子很容易沉迷誘惑 人家走什麼 他就跟著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在這些議題裡面 其實我最想要討論的就是 今天我覺得最有意義的就是來討論自治力 怎麼都沒有人討論自治力呢 為什麼沒有人討論這些 因為這才是最需要教育的啊 好 來 那有沒有人有看過蘿蔔刀的新聞事件啊 這是從抖音上面來的嘛 孩子看了太多抖音了以後呢 然後就開始 就把裡面流行的這些東西啊 然後就開始 然後一傳十十傳百 然後很多孩子其實都有 或者是學校裡面都有人有 然後都不講 回家的時候都不講 因為他們也知道 這個好像是不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他還是有耶 所以我就先問各位父母一個問題 禁止有沒有辦法一直禁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你越禁止 孩子越偷偷摸摸呢 不管幾歲都是一樣喔 不管幾歲都是一樣 包括你家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你家是小學生 你有沒有發現你越禁止 然後他其實就越偷偷摸摸來 然後你越禁止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越故意 他就越想要 然後他就會越要怎麼做等等這樣子的 所以禁止不是教育啊 一開始的時候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就是禁止不是教育啊 我們該教在這些事件裡面 或者是在孩子的跟風等等這樣子裡面啊 這裡面到底可以讓他們學到什麼東西 怎麼樣讓他們不要錯誤跟風 好 我們也跟過流行 可是問題是有些流行他可能不能跟 還有你必須要知道說 對啊 這是塑膠的玩具啊 也不利 可是問題是在裡面的時候 可能有潛藏的哪些危機 孩子們你們可能不知道 這個就要跟孩子講 你不教他 你只有告訴他說 這不能玩 這不能碰 不準 學校禁止 好 OK 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就陷入我剛才講的嗎 那孩子就自己發揮他的好奇心去喔 然後看看有什麼方法得到囉 同學有的喔 然後偷偷摸摸來的喔 你禁得了嗎 禁不了啊 好 所以 對 禁止不是教育 好 來 大家可以 蘿蔔刀超級多小朋友有的 真的啦 好 那不管有沒有我覺得 要從這裡面要去有一個教育 要有這些教育的意義在裡面 我們先來看看 孩子的知識力差的常見的這些行為 大家先來對照一下 那我剛才在預告的時候我有講 這種三項的要來 你等一下對照一下 你等一下對照一下 我們只是用蘿蔔刀這個例子啊 然後來啟頭一下 看看大家的孩子的知識力 是不是需要調整一下勒 需要我們幫助他更成熟呢 今天討論這個方向 我覺得比新聞上面一直在恐嚇你 一直跟你講說這多危險 或者說什麼就沒有新聞的點了嘛 所以必須要往這個方向去做啊 都沒有做到有教育意義的這些東西 我看完了以後我就覺得好可惜 人家做也跟著做 容易受人影響 有沒有 有有有 很多的孩子現在是這樣子 你說腦波比較弱 大人也會 但小孩更會嘛 人家做也跟著做 很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 很多爸媽媽都來跟我講 自己的孩子都有這個狀況 800位爸爸媽媽的 來 趕快來聽 有這些鏡頭超過三項的 你就一定要留下來 好 第二個 看著人家玩就會想要玩 這個是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孩子自己跟我們講的 我們今天在要講 蘿蔔刀的這個議題的時候啊 好 我們就問小朋友 為什麼這個東西你們那麼好奇啊 人家小朋友就回答我們說 因為人家想人家有在玩 我們也會想要玩啊 所以他真的不一定是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給他們一下子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好無聊喔 他就覺得這個好無聊 他只是好奇而已 他只是想要跟風而已 他只是看到別人玩就會想要玩 好 那這個問題怎麼會是 蘿蔔刀這麼簡單的這個東西的那個問題呢 問題不在東西上面 問題在人上面 問題在成熟度上面 一個孩子如果夠成熟了以後 他觀察完了以後 他觀察完了以後就發現 這個就這樣啊 好 就這樣了 好 影片上面耍得很帥 那又怎樣 好 那也沒有什麼 玩幾次了 你放在桌上 他反而就不玩了 就像過去的一樣啊 果凍比流行一下下 然後指尖陀螺流行一下下 就沒有了 那你做正確的教育的時候 就可以讓他不要去跟不對的風 這個對一個孩子未來成長 還有他到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這種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好 第三個 因為別人有 我就會想要有啊 擁有啊 我就想要擁有啊 好 來 第四個 衝動行為很多 心急不能等待的 也是知識力差 其中一種特徵 第五個 常常忍不住耶 忍不住的小孩越來越多耶 好 來 王老師講這個 好像是笑話一樣 但是還真的耶 你有沒有發現 忍不住的孩子越來越多耶 很多東西 忍不住不要說 忍不住不要動手 這個超級需要教育的 我自己家裡面的兩個寶貝 我也是一直在教這件事情 我要他們能抑制住 控制住 能忍住 這個能忍住的這一個能力 如果發展起來的時候 在他們的學業 人際關係 還有各項學習上面啊 都會非常非常的棒 一定是加分在加分 可是偏偏很多的孩子 就是忍不住 忍不住 忍不住會怎樣 忍不住會犯錯 忍不住會跟風 然後忍不住的時候就會品質降低 包括寫功課的時候 考試的時候 忍不住 看完題目了以後 覺得就是怎麼樣做 就寫下去了 但是裡面出了很多陷阱 很多的孩子忍不住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自制力的一種 當然是啊 好來 常忍不住 然後意志的能力差 第六個 剛才一到五個已經中幾個了 有沒有一到五已經中三個了 晚安 Kitty 哈囉 來不好意思我今天沒有前面先點名 慧君 哈囉 有看到 你有問我說自制力差會不會引起 注意力不集中生衝動 當然會 自制力控制的大腦的區域 我們在腦科學教養研究所裡面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 自制力控制區域 剛好就是我們在過去一直在講的 衝動控制的區域 當然是在大腦的前額葉 雙側下面等等這些重要的這些區域 所以自制力差的孩子 當然跟注意力不集中 跟衝動等等這些東西都有關係 好 還有海倫媽媽晚安 小娟媽媽晚安 小美晚安 柔真晚安 前面中兩個 五個中兩個來在六到十 在團體裡面很容易跟著別人一起搗蛋 有 人家做什麼 就算是不對的事 會跟著做幼兒園的小朋友 常常看到這種狀況 小班中班的 一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有這種狀況了 好再來第七個 已經說不行了 他還是會去做 你說不行 你商量說不行 你禁止他 你禁不了的 好所以今天要告訴大家 禁止不是教育 那到底該怎麼樣教育呢 好第八個 很容易沉迷那個誘惑啦 就是一個流行什麼東西出來的時候 然後你的孩子就會馬上就先跟風的那一種 好 那這個就是很容易沉迷誘惑 缺乏自制力 好然後 越教他不要做他就會越故意 好這個過去有講過故意行為很多 有沒有孩子已經進到故意行為的年齡呢 好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現在孩子故意行為的年齡是什麼時候呢 過去我可能會講五歲 現在看起來是三歲半到四歲就已經開始了 有那個故意的行為了 再來第十個 這個也很重要 每個人都有好奇心 那有些東西不能好奇嘛 對不對 好來 那對不對的 對不能做的事情 好奇心就特別重 好不能做的 他就好奇心特別重 特別想要去知道說 欸這個到底是怎麼樣啊 所以你越禁止他 你越激發他的好奇心 那你聽到這邊的時候 你應該要問我啊 王老師 難道都不要禁止他嗎 不是不是不是 禁止中間要有很多層的教育 這是我們今天開這一集 我今天只要短短跟大家講完了以後 那你就會知道說 該怎麼樣溝通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溝通 因為你禁不了 他一定會問你一些問題 880位爸爸媽媽 好來看看今天有沒有1000位爸爸媽媽來 我覺得今天連國中生的父母都需要來聽 你要怎麼溝通 因為你禁不了 很多東西你不可能禁得了 我們講過去的時候手機也是 對不對 然後同儕之間在流行什麼東西 這些這些全部都是 好你禁不了 當你禁不了的時候 來我們先來第一題 導播 來啊 自自力該怎麼教 父母工作技巧 你會遇到的第一題 為什麼別人可以玩 我不可以玩 蘿蔔刀 為什麼別人可以玩 我不能玩 看起來這麼好玩 為什麼別人可以 然後我不行 好你要怎麼回答他 你就直接跟他說不行就是不行 這個很危險 這是最多人的答案 這個很危險 有沒有答過 好 有沒有這樣子跟孩子溝通 這種溝通的方式 無效 無效 我不是說不可以 我的答案是無效 無效就是 你沒有解決到他這一題 問你的這一個問題 為什麼別人可以玩 我不可以玩 好 危險 他一定會回答你 孩子一定會回答你 什麼你知道嗎 不會小心 不會啊 嘿嘿嘿 真的 你試試看 齁 這個又不利 對啊齁 哪會 齁 不會 好不會危險 齁 我可以駕馭 我可以 我可以 齁 然後呢 我玩過了 沒問題 等等的 接下來你要怎麼回答 你的危險 你認為他會受傷 或者說什麼 他跟你講說 不會 齁 我們先跳回這個齁 這個齁 我覺得是這樣 齁 好 那 你說 砍傷 或者說什麼 那是不至於 但是的確 要看他們怎麼玩 有些 孩子 比較衝動的 齁 好 那拿起來真的在那邊演戲啊 或者什麼 一個不小心跌倒 或者什麼 還是有可能會戳到眼睛 或者說什麼 那當然你也會講說 那那麼多的玩具 可能都會戳到眼睛 或者說什麼 那你就要看他們 在抖音裡面學了什麼 齁 我的關鍵在這個齁 那你就要看他們在抖音裡面學了什麼 如果他們這個世代 在抖音裡面學的都是 拿了這個東西以後 很多的這些暴力行為的時候 那 我必須要跟你講 難保拿這個東西不會出事 有可能就真的會出事 好 那如果今天只是 他並沒有什麼模仿的這些內容 什麼暴力的這些玩法等等 只是在研究這個東西等等的 齁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爸媽帶著他一起來 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會像我講的一樣 過一陣子 他就對這個東西沒興趣 他會發現這個好無聊 齁 他就會發現這個東西好無聊 所以 影片教什麼 孩子就學什麼 你要記得我講這句話 齁 影片教什麼 孩子就學了什麼 如果這個影片 齁 教的方向是不對的 好 那就再摧毀孩子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孩子的自治力 所以 你說這些 影音媒體 還有這些內容 是不是對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嚴格把關啊 齁 所以這本來不一定有很壞的那個東西 而且孩子可能 玩三兩下就覺得 好無聊喔 齁 像我家谷歌就看完 就這樣齁 齁 對就這樣啊 齁 齁 好 好 那也不知道在熱門什麼的 等等這樣子的 那 他只要有 不要有不正確的這樣子的一個觀念的時候 你有正確的在教他 然後呢 你不要 讓他去模仿暴力的行為的時候 然後告訴他說 嗯 這個有可能怎樣 產生意外喔 啊 不過正確的使用的話 那倒還好 不過你自己玩玩看 搞不好是很無聊的 齁 好 他就不會想買啊 那這樣子的話 的好處是什麼 之後 之後之後不會那麼容易 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像我們大姐的時候也是嘛 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就想要買 齁 就想要跟風 好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從這些東西裡面 在教孩子 一次又一次的教孩子說 其實你可以來研究看看 齁 然後呢 我會跟你討論 你好好的教他正確的觀念 比禁止他一百次還要有用 齁 齁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齁 好來 齁 你們有沒有發現是這樣子 好 回答 我們要來回答囉 為什麼別人可以玩 我不可以玩 方法很簡單 我今天就主要就是講這個方法 完了以後 你可以回 你可以跟爸爸 齁 你家爸爸 你家媽媽 或阿公阿嬤老師 去討論 當孩子有這些誘惑的吸引的時候 他很想要很想要 他自治力又很弱的時候 不管幾歲 齁 好 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七歲八歲九歲十歲 都一樣 好 當他自治力很弱的時候 一到十歲十二歲 還有很多孩子自治力很 很不OK 啊 不要說孩子的 我們大人有些不是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個 這一門課就是該教嘛 齁 來以前為爸爸媽媽的 對啊我就講啊 齁 好 這一課就是該教啊 自治力就是該教 你有教就有 你沒有教就沒有 孩子的大腦本來就是慢慢的成熟 可是在這過程中 他會被很多很多的環境的誘惑所吸引 你怎麼教 你怎麼教 你從小這樣子教的時候 欸欸欸欸欸 好處是什麼 國高中大學以後可以遠離毒品啊 他不會 他不會因為一點點的好奇心 然後呢 結果就不小心的去 去碰到那些不好的這些東西 可是反過來 我一直在講 心智不成熟的孩子 衝動控制很差的孩子 抑制能力很弱很弱的那樣的一個孩子 腦波很弱的這一種小孩 從小沒有被教 我們沒有跟他正確的對話的時候 看到什麼就要什麼 看到什麼就跟什麼 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就覺得很炫 好 爸爸媽媽管不到的時候 他就跟了 他就跟了 所以啊 從小的教育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一題非常簡單 等一下還可以類化到Q2Q3 第二個問題跟第三個問題 這個回答的方法有一個結構的 這個結構來 大家聽到重點一定要抄下來 因為今天就是學這一個就好了 我不要把它弄得很混亂 從蘿蔔刀事件裡面來談 自自力該怎麼樣去跟他對話 怎麼樣訓練起來 先傾聽原因 再做雙向溝通 雙向溝通的過程中 要說出你的擔心跟關心 齁 不要只有罵 要說出你的擔心跟關心 這就是我們在一直在推的情緒教育啊 好 然後接下來 讚美孩子的自自 不要覺得他可以自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 自自這件事情不容易 我剛才一直在強調 連我們大人看到在週年慶的時候都沒有辦法自自了 好 真的啊 因為便宜嘛 便宜就會想要買啊 可是 你可能就會忘記要稍微比價一下或者說是什麼嘛 好 所以 讚美還是自自 自自力起來的時候讚美他 好 這是結構 我教大家怎麼講喔 好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講話 你可以把它抄下來喔 好 請聽原因 媽媽 為什麼別人可以玩 好 蘿蔔刀 好 為什麼我不行 好 為什麼別人可以 我不行 好 先問他 你為什麼會想玩 你覺得哪裡好玩 好 你為什麼會喜歡呢 還是你只是 你不一定是喜歡 好 好 那你覺得 你看到的時候的感覺是怎麼樣 你說為什麼要那麼囉嗦 一開始的時候要問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很習慣直接教 寫下來 我們真的很很習慣 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已經被媒體已經洗到 已經都已經不行了啦 好 危險了 危險了 所以我們一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教 直接告訴孩子說 你不要去碰那個蘿蔔刀喔 新聞有說那個很危險喔 你不要去玩喔 同學見你也不准碰喔 等等 你知道我們很習慣這樣教 我們會很習慣直接來 直接告訴孩子說 No 不可以 這個就是不要 好 那 這個動作之下 叫做大NG 會讓孩子的耳朵關起來 寫下來 教養不要讓孩子耳朵關起來 教養如果做到是讓孩子耳朵關起來的時候 你後面就交不進去了 他就自己偷偷摸摸的去玩這個東西 或者是偷偷摸摸去合作社啊 去學校周邊的那個書店啊 自己就買一個 然後藏在書包裡面 那你改天發現的時候啊 在他書包發現的時候 你一定會很生氣 我不是跟你講說那個很危險嗎 等等啊 但問題是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用NG的方法 你就告訴他不可以 這個本來就是危險 等等的 好 接下來 我們為什麼要用請聽的原因 請聽原因這一招 你先聽他講 讓他有機會可以講 你才有機會聽到他為什麼喜歡 他真正想要玩的目的在哪裡 或者是他的 他真正的焦點是什麼 有些孩子你聽完了以後 你會發現他的答案很好笑喔 好 我們有問各位小朋友 你們為什麼會想要 因為他長得很像蘿蔔很可愛啊 跟你講的不一樣啊 好 你可能會想到的是 因為他可以來玩捅來捅去的那個遊戲啊 我們就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但問題是孩子回答的 孩子的焦點就是跟大人的焦點就是不一樣 我常常在講 孩子畫的重點跟你畫的重點不一定一樣 你要先聽聽看 你聽完了以後 他覺得你會聽我的 你會聽我說話 所以我願意跟你分享我的心情 我願意跟你分享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 一旦孩子跳到這種 我願意跟你分享 我願意跟你一起 好 因為你願意聽我的 這時候你就成功了一半 反過來一樣 你讓孩子的 教養不要讓孩子的耳朵關上 有沒有我一直在講 教養不要讓孩子的耳朵關上 一旦你做的方法是 你後面要教的東西 就已經關上一半了 好 所以第一步是不是很重要 我常常在強調 叫我們第一步 你做對了嗎 叫我們第一步 你做對了嗎 再來第二個 雙向溝通 雙向溝通 既然叫做雙向 就是我說你也說 好 我說你也說 這裡先聽 這裡開始的時候 你要跟他溝通 嗯 可是媽媽覺得 對 你講得很對 好 好 這個 雖然 這個手這樣 人而不利 沒有很利 好 他是沒有很利的 但問題是 會不會有些玩法可能會受傷啊 刺激他思考 我們在這些議題裡面 我們在這些 孩子會沉移的這些議題裡面 我告訴你後面還會很多啦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東西 那個商人超級厲害的 一定會發明很多東西 孩子很喜歡的啦 這一個好像八十塊還是一百塊吧 好 一定會都是 就是價格一定到孩子剛剛好可以買啦 然後呢 就是 就是孩子也會 顏色他也會很喜歡啦 等等這些 未來一定層出不窮 你根本就進不了 你沒有辦法進掉那個流行的時候 你只能訓練孩子的自治力 那你第二個用雙向溝通的那方式 我的提醒是 當孩子在 當我們講完了以後 說這個東西不利的時候 我們也想要教育他 可是有些玩法的時候 可能比較粗魯的時候 或者說是衝來衝去啊 不小心跌倒啊 那還是有可能會 會受傷 或者是會刺到啊 或者說什麼的 雖然不像筆這麼尖啊 可是你有沒有記得 像筆的話 媽媽也常常提醒你 爸爸也常常提醒你 拿著鉛筆的時候不要跑步 對不對 拿著鉛筆的時候不要跑步 因為有可能會刺到人 有可能會刺到眼睛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 因為這個東西是個玩具啊 當這個玩具的時候 我們就對他來講 我們的防備心就會比較弱 當我們的防備心會比較弱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玩得比較過頭 可能不要跟孩子講到很斬釘截鐵 他一定會令你受傷 我告訴你 這樣孩子不會貼你的 好 他可能會 會在不小心的使用之下 會讓人受傷 連鉛筆都會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更沒有防備心 更會受傷啊 所以好像也不能拿來 拿來就是好像玩那個假扮的遊戲啊 或者是打打殺殺的遊戲啊 這個有他的一些危險在 講完了以後 既然叫雙向溝通 你要問孩子一句話 你覺得呢 好 要問孩子 你覺得呢 這才叫做雙向 這個才公平 我說完了以後 你有說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他可能會反駁你 他可能會說不會 他可能會怎樣 等等這樣子的 好 那有什麼關係呢 你們就已經站在一個 溝通的一個 一條線上面了啊 最怕的是不溝通啊 對不對 你聽到他講完了以後 我不管是歪理 還是真的很有道理 好 那你就可以去引導孩子 你的這些想法 你也可以順著他的話說 嗯 媽媽覺得你講的也很有道理 爸爸覺得你講的也很好 好 當你這樣子講的時候 你一直在跟孩子溝通 孩子一直慢慢的把 就是拉近 然後變成到你這一國的 這不就是真正教育的目的嗎 怎麼會只有跟孩子講說 老婆大很危險不准碰 好 這也太簡單了 這樣子的話 以後 這麼多東西會層出不窮 會一個一個再出來等等 這個世代本來就是 一個變化的一個世代 然後一直在跑得很快的 這樣的一個世代 從AI 原宇宙 然後還有手機 平板3C等等 這些東西一直 令孩子著迷跟沉迷的東西 之多啊 我們就是要教這些東西才對 好 所以這是雙向溝通 你要問孩子 你覺得呢 你有沒有操到筆記呢 1300位爸爸媽媽 你要問孩子 你覺得呢 我講完了以後 你覺得呢 你講完了以後 你要聽他說 這叫做雙向溝通 還有 剛剛有講啊 在那過程中 我不是一直講說 嗯 我不是覺得 我不是硬要禁止你 而是我擔心你 而是我擔心有可能玩法不對的時候會受傷 說出你的擔心跟關心 這中間在講雙向溝通裡面 不要只有理性溝通寫下來 跟孩子的雙向溝通裡面 不要只有講道理 不要只有理性溝通 跟孩子的雙向溝通裡面 一定要有情感的溝通 這就是我們一直長年以來 在推行情緒教育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你在跟他講的時候 然後道理他都知道 你講越多道理的話 你把孩子推得越遠 好 所以所以 要寫喔 好 雙向溝通裡面要有什麼 感性溝通 不要只有理性溝通 好 雙向溝通裡 不要只有理性溝通 或是你要寫 雙向溝通裡 要帶有感性的溝通 好 你學會這一招的以後 不管你家是大孩子 還是青少年的孩子 我跟你講 真的你就會好好溝通許多 今天聽完這一集的話 我相信一定會幫助你很多 很多跟孩子 就這個對話的這樣的一個技巧 我教的東西都不難 但是每一次都一點點 你只要能學到 那一個最重要的那個精華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的孩子真的就會回來 有些爸爸媽媽真的最近 評估太多小朋友都 都爸爸媽媽都跟我講說 我覺得孩子長得越大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越難教 我越不知道怎麼跟他對話 你們要化繁為簡 化繁為簡就是 你不要把對話弄得太 太 因為大家會因為孩子長大了以後 我們就想要多跟他講一些道理 但問題是孩子不想要聽道理 孩子還是希望說你在這裡面的時候 還是能表達出你的感性 還是能表達出你的那個情感 然後能說出你的關心 可是 當我們講越多道理的時候 把孩子推越遠的時候 你們的那個親子關係 跟衝突就會越多 就會越多 這個其實 這個很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領悟到這個 很好 大家都有寫筆記喔 搞不好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話 雙向溝通 要有情感溝通 不要只有理性溝通 不要只有理性溝通 好 來 第三個最重要的是 讚美孩子的自治 欸 你很棒欸 對啊 你試了幾次了以後啊 那你就覺得 你就沒有很想玩了欸 或者說是 你現在看到他的時候 你今天也沒有去碰那個手機欸 沒有去碰那個平板欸 好 那讚美他的自治 或者是獎勵他的自治都可以 小一點的孩子 你可以給他一個 比較具體的這個獎勵 大一點孩子的時候 你給他社會型的讚美 或者是給他擁抱 欸 他搞不好更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呢 當他得到這些讚美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連結說 欸 為什麼我被 我被 我被讚美啊 原來是因為 我沒有碰那個東西 我聽人家講了以後 我可以不碰 而且我也覺得 那個東西是 我不需要的 好 所以這個要 這個要讚美 你有讚美的話 他就會開始做一個連結 我們要 我們未來的教育要交出什麼 要交出 會主動思考的孩子 會主動思考的孩子 未來的教育不要交出 就是被動接收 命令跟指令的孩子 你說 老師講的有沒有道理 未來的教育要交出 要交出 會主動思考的孩子 包括這些 這些跟風的這些東西 好 這個一定層出不窮的 他要能主動思考 這個到底是不是 我需要的 我花這個錢 到底值不值得 我能玩出什麼東西 還是 我只是跟別人一樣 有而已 好 那就看我們怎麼教了 就看我們怎麼教了 所以 當我們能 能交出 主動思考的孩子 主動思考 一定要交出 主動思考 他才能發展他的自治力 好 主動思考的孩子 而不是交出 被動接收 命令跟要求的 這一群的孩子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孩子 一年比一年還要更成熟 包括同理心的成熟 站在他人立場的成熟 這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嗎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三個結構喔 都可以 可以套到很多的東西來 Q2 來 第二問題 為什麼他可以吃糖果 我就不行 一樣 為什麼他可以吃糖果 我就不行 這是你們的學習單 第二題跟第三題 來 先把結構給大家 下一頁 來 一樣喔 用老師剛才講喔 傾聽原因 鬆向溝通 要帶有情感的溝通 讚美孩子自治等等 你試著回答 你不用寫下來也沒關係 你要寫下來 你要寫 答案給我改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 來 當你的孩子問說 為什麼他可以吃糖果 我就不行吃 好 好 你要怎麼樣利用這個結構 然後去回答 這是你們今天的作業單喔 好 你自己試著回答 你如果要在下面寫下來的話 我有空我看到的話 我就幫你改 我就幫你改 再來第三個 為什麼他可以玩手機 我就不行 你一定會遇到的啊 那你要練習啊 來 結構來 一樣 請聽原因 雙向溝通 說出關心 然後還有讚美他的自治 你怎麼說 你怎麼回答這一題 好 這兩題給大家 這兩題給大家 當你的作業單 寫寫看 要給我寫 要給我改的話 你就跟我講一下 你自己覺得 嗯 我照這個結構來 我知道怎麼樣回答孩子了 好 之後遇到 那個像蘿蔔刀一樣的 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知道怎麼樣去練他的 我就知道怎麼樣去練他 發展他的自治力 在這個 在這種 要禁止的東西 要禁不禁的這個議題裡面 我反而讓孩子得到更多的東西 讓他成熟更多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好 來 下一頁 今天要給大家一個活動喔 大家一直在跟我們講說 要繼續延長 本來都是到 到 隔天就那個了 但是 真的到十一月十九了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好 一一除了買一送一以外 每一年都是要給辛苦的爸爸媽媽的活動 齁 天天送一百一十一的現金劇 自己進來看活動 齁 自己進來看活動 你們一樣 我們再教你們 你們不用腦破落 你們自己進來看 你們你們看到你們活動 你們覺得很很喜歡的時候 你們再去挑適合孩子的東西 齁 我們大人也要有自治力啊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我都幫大家選好了 發展孩子的情緒教育的這些教材 然後呢 還有 讓孩子更有推理邏輯的能力 讓孩子可以有衝動控制的能力 讓孩子會情緒表達能力的這些東西 齁 好 就在最後倒數的三天裡面 齁 就是要給大家一個非常 一年一度最大的優惠 買一送一以外 然後呢 還送一百一十一的現金 現金券 齁 好 所以自己進來看 有沒有可以練孩子的這些東西呢 王老師幫孩子挑的都是一些什麼東西呢 齁 好 我相信一定會幫助你的小朋友不少 那今天的這一集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發展自治力 我只練一個結構問題喔 齁 那個結構問題 大家試著回答看看 那如果你會回答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 這些東西 對他以後來講 根本不成問題 他到青少年的時候 也不會很輕易的跟風 而且跟的是歪風 希望大家這一集的話 可以再多讀幾遍 然後再看看老師的重點是什麼 我相信一定會幫助到大家很多 好不好 要參加活動的趕快來 等一下就已經沒有東西了 好不好